恐怖分子躲在暗处 用狙击枪无情收割特战队员的生命 由于敌在暗 我在明 特战队员想要还击 却又无从下手 指挥官明白 再继续僵持下去 所有人恐怕都要交代在这儿 他身负重伤 自知命不久已 随即下令让小队成员撤退 他来负责殿后 特战队员投出烟雾弹 遮住敌方狙击手视野 这才得以侥幸脱身 这时 指挥官看着漫山遍野的恐怖分子 做好复死准备 他掏出无线电 向总部寻求空中打击 此刻 一架战机从天空飞过 随着飞行员手指微动 一发炸弹从天而降 在空中分裂成各种小炸弹 将整天地区笼罩在爆炸之中 关于这起战斗的由来 咱们还得回到几个小时前说起 那个时候 特战队员已经坐上返航的飞机 他们身负艰巨的任务 要在战乱国家保护那些人道主义救援者 怎料 一枚导弹静直出现在飞机雷达上 飞行员迅速做出规避动作 并抛洒热诱弹 却无济于事 飞机冒着浓浓黑烟向下坠磨 不仅如此 地面上的恐怖分子手持防空导弹 再次对飞机展开打击 幸运的是 在导弹命中飞机之前 特战队员们带着要保护的人顺利跳伞 逃离飞机 恐怖分子头目下令 开始围捕飞机上的幸存人员 与此同时 总部也收到飞机坠毁的消息 第一时间启动搜救计划 并派出代号为螳螂的飞行员 前去支援特战部队 另一边 成功降落的特战小队 再一次聚到一起 指挥官雷奇做出行动规划 接下来的目标 是寻找武器并拿回黑匣子 因为这是唯一能够证明 飞机被导弹袭击的证据 当他们好不容易找到武器箱时 发现对面竟出现一个手持AK的孩子 特战队员举起手枪 双方随即展开对峙 男孩趁机溜走 另一个特战队员抢过手枪 想要干掉男孩 此刻对方早已没有踪迹 他十分气愤 因为留下男孩这隐患 会让所有人的行动彻底暴露 事不宜迟 众人整理好装备 来到坠机地点 准备寻找其余生还者和黑匣子 然而 这里早已经被恐怖分子截足先登 特战队员趴在草丛中 胡扶前进 准备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队伍内的记者大哥 手表突然发出声响 恐怖分子闻声而来 情况万分危急 特战队员只能先下手为强 恐怖分子自知正面不敌 便偷偷扔出一颗手雷 雷奇反应神速 赶忙掩护队长卧倒 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事后 特战队员警告记者 如果再发生类似情况 他会毫不留情痛下杀手 队长找到黑匣子 雷奇也发现山脚下的卡车 这时 他心生一计 让所有人换上恐怖分子的衣服 打算来一招浑水摸鱼 只要穿过敌战区 来到当地空军基地 就可以顺利返航 当他们驾驶卡车 途径一个村庄时 发现村子四周 都是残肢断壁 而且还有大量的恐怖分子 眼下已经没有退路 只得硬着头皮使进村庄 村民们健壮 一拥而上 向特战队员讨要食物 很快 便将卡车围得水泄不通 就在这时 一声枪响传来 村民们坐鸟兽散 原来是恐怖分子在处决村民 气氛顿时紧张到极点 不巧的是 一个男孩无意间路过此地 他就是那名被军医放跑的孩子 见客栈队员面熟 立马指着对方 向恐怖分子报信 队长一脚油门 果断选择逃离现场 此时 恐怖分子也反应过来 对着汽车开始扫射 甚至还有人扛起火箭腿 队长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 显知又显 躲过这致命一击 当众人逃出包围圈后 才发现 军医已经死在刚才的交火之中 讽刺的是 军医救下的孩子 最终竟然要了他的性命 一股悲伤的情绪 笼罩在所有人的心头之上 他们知道 这次的逃命之旅 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一颗圣母心 是不会帮助他们 抵达胜利的彼岸的 另一边 恐怖分子大部队 也抵达刚才的村落 得知特战小队逃之夭夭 一怒之下 血洗村庄 并把那名报信的男孩 杀掉信了 随即顺着轮胎硬 继续追踪特战小队 特战小队意识到情况不对 选择汽车而行 来到一处开阔地 发现前方是一片雷区 他们本应该绕开 这块危险地带 起料 不远处传来小孩的呼救声 光头队员健壮 发疯一样向前方跑去 嘴里不停念叨着 我的孩子 光头还没来到小孩身边 就被地雷当场炸翻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就是敌人设下的陷阱 那个小孩 也根本不是光头的孩子 雷奇急忙赶到对方身边 告诉他孩子安全 光头这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原来在他的心里 一直都有一道跨不去的卡 光头的孩子因为他 才意外身亡 这让其内心始终过意不去 队伍接二连三的剪员 让雷奇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稍作修整之后 便继续向空军基地前进 他们绕过雷区 好不容易登上山顶 发现必经之路 已经成为战场 雷奇清楚 时间就是生命 刚才地雷爆炸 已经吸引恐怖分子的注意 若再耽误时间 恐怕还会出现伤亡 随即联系总部 找出最近能够穿越战场的方式 总部很快做出回应 有一条隧道 可以安全穿越战场 同时 他们还侦查到 恐怖分子装备精良 配备了导弹和战机 高层拟定出最新的救援计划 让螳螂带队 向特战小队所在区域进发 就在飞机升空不久 特战小队也来到隧道中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恐怖分子早就在此设下埋伏 一颗手雷 让特战队员猝不及防 好在他们作战经验丰富 很快便结束战斗 这时 恐怖分子增援赶到 双方在狭窄的隧道内 爆发激烈的枪战 特战队员摆开战斗队形 在隧道两侧交替进攻 可是战术再高 在狭窄的地形 很难发挥出全部实力 更何况 敌人还有一挺机枪压阵 密集的子弹 让特战队员根本抬不起头 情急之下 队长打碎照明设备 在夜视仪的帮助下 杀出一条血路 战斗十分惨烈 所有人都展开贴身肉搏 恐怖分子拉开手雷 准备和雷奇同归于尽 好在雷奇及时挣脱束缚 这才保住一条小命 不幸的是 他的大腿被弹片波及 血流不止 好不容易解决掉所有敌人 终于来到空军基地外围 却发现 这里已经被恐怖分子占领 他们只能站起撤退 来到隧道内部 进行片刻的修整 雷奇很是自责 他没有想到 撤离点会被敌人占领 害得队友白白为此牺牲 整个人陷入消极的状态 队长出现安慰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这才让雷奇心里稍微好受一些 特战队员无意间发现 墙壁上刻着一条隐秘的通道 由此 众人顺利来到后山 雷奇状态十分不妙 队长接过指挥权 他让其他人去安全区躲避 自己则带着通信员 去高地建立通讯 战斗机收到指令 随即 对地面上的恐怖分子防空阵 进行降维打击 在解决掉威胁后 直升飞机救援部队开始行动 恐怖分子已经意识到 特战小队的动向 更是派出重兵进行围追堵截 甚至还有一名狙击手 在雷奇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击中其另外一条腿 雷奇自知 继续留在队内 只会拖慢大家逃生的脚步 随即下令 让队长无论如何 都要把众人安全地带回去 而他自己负责殿后 这一决定对雷奇而言 可谓是死死无生 尽管队长很是不舍 但眼下没有其他路可选 在烟雾弹的掩护下 他带着其他人撤出战场 恐怖分子见对方攻势减弱 于是发起冲锋 雷奇见状 用无线电将情况告知螳螂 并让其对自己所在区域进行投弹 螳螂眼含泪水 对着雷奇所在地 扔下炸弹 顷刻间爆炸席卷全场 大批恐怖分子命丧黄泉 还没等螳螂 从悲伤的情绪中恢复过来 就听到队友在无线电内通知 有一枚导弹从后方起来 螳螂果断抛出热诱弹 成功规避导弹 原来敌方也派出战机 前来阻击螳螂 两人一前一后 开启狗斗模式 下方 队长正带领小队成员 向着预定地点撤离 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恐怖分子 他们依托树干为掩体 不断进行着阻击 眼见所有队员都挂了彩 队长挺身而出 决定牺牲自己 为队员们争取撤离时间 其他人已经失去围棋 不想再失去队长 便拒绝他的提议 哪怕是死 也要死在一起 用两颗手雷逼退恐怖分子之后 他们相互搀扶 继续向后方撤退 穿过树林 眼前就是一片空地 恐怖分子穷追不舍 甚至还对几人展开炮击 正当众人陷入绝望之际 两架战机开启超音速模式 突然产生的音爆 让恐怖分子纷纷捂住耳朵 救援直升机也在此刻出现 场面局势发生两极反转 恐怖分子见大势一群 于是放弃追杀 向后方撤离 另一边 螳螂拉高机头 将敌人带入高空 无论他做出任何机动动作 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追击 看得出来 对方也是一名一流的飞行员 然而螳螂技高一筹 他在急转之后 又做出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 和敌方飞机来的位置互换 螳螂转手为攻 咬住敌方六点 直接就是两发导弹 对方也不是吃素的 在最后时刻 也发射出一枚导弹 准备和螳螂同归于尽 螳螂见识不妙 立刻拉高机头 垂直飞行的同时 抛射出热诱弹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然而 螳螂也因过在陷入昏迷 幸好他在最后关头苏醒过来 于是赶忙拉高机头 再次飞向高空中 配合其他特战队员 对恐怖分子进行精准打击 救援任务由此顺利完成 直升机带着特战队员驶向远方 回到国内 他们为死去的战友进行送别仪式 尽管战争会出现伤亡 但他们依旧选择 为人民和国家战斗下去 故事就此落下帷幕 本片名叫《空军大电影》 只要活着 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军事动作片 被号称为马来西亚版的壮志淋雨 看完整部影片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晕 就如同手持摄像一样 镜头不断晃来晃去 从开头晃到结尾 如果说在战斗场面晃动镜头 来增加一种紧张的氛围 那么 高层领导在会议室里开会 也在晃动镜头 是要形容会议很激烈吗 最后 这部影片要对标壮志淋雨 在观影时 就奔着看飞机来的 直到快结束时 才看到一场空战戏 而且全程也就几分钟 变草草结束 有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感觉 要说影片的优点 也就是眼镜蛇激动吧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欢迎点赞评论和收藏 你们的支持 才是我们更新的动力